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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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餐 華會的波波雞 還有這個,今天沒有波波雞 太大規模了 有片嗎? 片是舊的 還有這個 六十斗串的二人餐 還有這個 雪如魚乾 雪如魚乾的罐頭 還有這個 心靈養生方的七天懶人湯包加強版 還有沒有飯嗎? 我想問還有沒有飯嗎? 我要先把腦肉清掉 除了清掉腦肉之外 我們看看這個小鏡 看到有這個 這個就是二人餐 其中一道菜 紅色醉雞 這個就是醉雞 醉雞件 有 你還沒清掉這個 再看看這個腦肉飯 再看看這個腦肉飯 真的很好吃 是啊 老闆要添粉 當然你去吃 你去吃這個 這個 六十豆串 你去吃餐卷 它當然沒有這麼多腦肉 但是我想說 就算你吃那個餐 那個腦肉 你也是吃到底的 我想說 就是我們這個是整包這樣開 但是你呢 其實你去吃腦肉飯 它那個腦肉也是吃到底的 所以非常之正 非常之正 但是我現在吃著腦肉飯 然後試試這個醉雞卷 這個醉雞卷 真的很久沒吃過 嗯 看這個醉雞卷 有杞子 有杞子 有紅棗 真的嗎? 嗯 嘗嘗 嗯 正 正 不過這個單位就是沒有浸著的酒 浸著的酒更正 哇 但它真的很入味 對 很入味 很滑 嗯 非常棒 如果大家喜歡吃醉雞的話 就可以選擇這個台式二人晚餐 其實吃一餐木十豆豬都喝了幾酒 是啊 我想說 剛剛那個三杯雞呢 其實感覺是多吃幾塊都會醉 它的濃烈程度是去到 對 剛剛那個應該是過分了 酒味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 我覺得 不是,它是這樣 是,超粥 米酒也很重要 是啊 很多粥料 還有它的酒是特別香的 它的台灣米酒是特別香的 它其實不是漏很多 嗯 它是,它不是漏很多 但是它 那個台灣米酒真的很香 是 非常之香 很誇張 說多吃了會醉 它很強烈 它真的是 它其實是酒香 對,它是酒香來的 它不是真的很多酒 但是它給我的感覺就是 多吃幾粒就 哇 很棒的麵 你到底有沒有感覺 沒有 它覺得很好吃 感覺就是超好吃 你本身都是淤酒 那一點酒你怎麼會覺得 你怎麼會覺得濃烈 但是因為外面吃三杯雞 它不會去到這個程度 就是它是只有 一點點酒香 然後就完蛋 它的香味 是嗎 它的香味不同 其實我想說 外面吃三杯雞 連酒味都沒有 是啊 就是拌一些辣椒 下去炒完 然後就算了 有一點點味 我以前的三杯雞 是 辣油 那些是大陸三杯雞 是啊 那些是大陸的三杯雞 那些是川菜那些 那它就是 總之就是很多辣椒 很多那些 香料 那些 那些 人說吃的都很濃味 那就光顧吧 幫忙推介一下 希望今天我們 這個 一兜年的銷售 會是 好一點 做到好的成績 靠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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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剛才 課金叫我上香 那些我已經幫你們上香了 那希望大家也順利 現在還看到一些 都是剛才那些 叫我上香那些 我已經幫你們上香了 嗯 很順滴 就是我腦肉 第一人餐是限十 限時優惠限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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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在marketplace 都可以買到的 我們現在買了 一套兩套 是嗎 買了四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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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優惠真的超級便宜 一人晚餐 現在只129元 就可以有這麼多東西吃了 做好人經濟 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 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 我現在很少在街上吃東西 很少在街上吃東西 除了斯丹 comedy 這樣就變了 因為 變了逢一三五 都是吃東西 是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我譬如逢星期一三五 我真的只是吃節目那一頓 嗯 我只是做節目那一頓 第一就是我吃不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 第一就是其實我 有時候我一天最多兩頓 很多時候我都是一頓 譬如我現在吃完 我今晚就已經 已經不是怎麼吃東西了 剛才還吃了兩碗飯 那再加上就是 再加上 你倒湯嗎 我說好吧好吧 先倒湯先 倒了出來就喝 我就打算吃了罐頭 先 不過都不要緊 喝湯 都適合了 先吃了中式 是 中式跟著中式的路徑 這樣 這樣就 我就 少了 少了在街上吃東西 那就 變了就是集中在公司吃 這樣就 所以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吃完早餐才回來做 我沒有辦法 這樣沒有 沒有辦法理解這些人 還有就是 在街上吃東西都難了 在街上吃東西都難了 有時候 星期六日 星期六日 我也會吃一頓 因為昨天去配眼鏡 然後去 在佐敦吃過飯 真的沒有辦法 真的沒有辦法 挑剔剔剔到你 最主要是 鹽溝會昂貴 你明白嗎 鹽溝會昂貴 其實又不是很昂貴 昨天我吃了一頓飯 只吃了一百多元 不值得吃 我吃了一百多元 總之我每一次吃完飯 我就不斷發訊息 跟我老婆說 誒 糟糕了 她是肉啊 有些又老啊 有些又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 其實我現在開始發現 有件事 除了我們自己合作的餐廳之外 我還是發覺 誒 糟糕了 有時候當然不可以 不光顧小店 有時候小店 要是中伏的機會 現在很高 是啊 因為小店中伏的機會 好像變得越來越高 現在食材不是很貴嗎 阿菲 我想問你 食材一直都尷尷 有時候吃到那些肉 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吃個麵 有時候吃個牛腩麵 那些這樣 喂 那些肉 怎麼可以的 大佬 就是怎麼可以 怎麼搞啊 市面上都有很多 那些很便宜的牛肉 但是很多人就是 貪便宜 會用了那些材料去做 那價錢又真的差一折 小店 有些看不開的老闆 就寧願 覺得 將貨就價 我買得這麼便宜 那我是 用那些材料 去煮給你吃 你給幾天 很多廚房人 會這樣想 你給幾十元 你想吃什麼 我給了八點 現在通貨膨脹了 百多元其實 在 木十豆串 就能吃到一個一人餐 豐富 而且是結封 豐富一人餐 一個人去吃 應該吃不完 這個是什麼湯 這個是爆黃花 雪梨裸頭湯 先看看 這個 你看幾斤大塊裸頭 超大 這個是其中一塊 我覺得 真的 我都 這個 這個是用 三大篇 這個是用 炆燒杯 炆出來的 不止 裡面還有很多材料 裡面還有很多材料 是啊 嘩 超多霸王花 是啊 裡面還有很多材料 超足材料 超足材料 這個 多人買 可能因為 便宜一點 是不是 計算便宜一點 是啊 下次一或者三百四十塊 就有七個湯包 你七包 不用五十塊一包 如果可能三盤那些 有時候五十多至六十塊一包 可能開頭出薑 這個價錢便宜一點 優惠一點 所以多人買 是嗎 是啊 這樣便宜一點 這樣就要買 我也不知道 原來這個便宜一點 原來這個便宜一點 這樣就買了 就是 否則待會被他發現 他抽起了麻辣飯 因為還有 其實這款一款湯包 它的價錢多少有些不同 是 所以我們選一些 有些受歡迎的 其實那些材料 有些就 可能比較 你會相信得到 有裸片那些 可能會比較貴 這個是一個 拉上補下之後 組織一個 讓大家試一下 不同味道的湯包 心靈人相關也計算過 到底 效用上如何比較好呢 就會有一個套餐出來 買買買買買買 這個白黃花很甜 因為好雪梨 我因為雪梨 對 嘗嘗 白黃花不會甜 但我吃了也是甜的 白黃花也很甜甜味 少少 會不會爆黃花會甜的 會 我覺得最主要是肉 肉是不是很貴 對 豬牛也不一樣 加價 有時候 在家裡吃過飯 我前天吃過咖喱飯 嘩 那個肉鞋 我吃過咖喱牛肉飯 那個肉鞋 為什麼呢 其實不應該叫牛肉 哈哈 牛肉那枝糟糕了 其實 也不是的 血質牛肉真的很貴 差一點的牛肉 其實 用少少處理技巧 都可以 很軟的 裸片很軟 做得好 好像以前一樣 以前香港的牛肉 都不是說很漂亮的 就是沒有那麼多西餐 以前的 好像那個隔離牛腩飯 以前的牛腩都好吃的 但是有時候 就是 了解了之後 可能那些 我們叫刀 我明白 刀到肉 夠不夠軟 或者太軟 或者好像你吃得硬 就是刀不夠 都是處理的問題 硬硬到爆炸 那個牛肉 哎 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我們買一個 麻油雞腿麵線 那個雞腿 開出來 都是亂 那一刻 就會 覺得外面那些 很難吃 麻油雞腿麵線 上個星期吃那個 就是我們 你都沒有吃過 擦開 有那個人吃 但是我看到你 那個肉撕開 是亂的 雞腿就沒有過吃 你都沒有吃過 但是那個肯定是亂的肉 我想說 一個即食包裝 擦開來都亂過 是街邊吃 街邊 所謂新鮮一點的肉 雞是沒有那麼伏的 其實 嗯 雞是沒有那麼高的風險 即是靚的雞 都不是 即是滑的雞 又不是很多 未必很多 但是有 雞種腹的機會率 是低一點的 它始終都穩定 而且它的肉本身 不會說 很硬很粗 是 雞種腹的風險 是相對低一點的 而且吃雞 你吃到鞋 主要都是因為熔雪 熔不夠就拿去煮 是 如果你熔雪 拿去煮 基本上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技術的問題 其實現在多數吃到的雞 都是滑的 其實熔雪 熔雪 熔雪熔夠 基本上你煮的雞 都不會霉 霉得去哪裡 是啊 是啊 只不過有時候你在茶餐廳 吃到雞扒 哇 很粗 可能就是儲心急 就是 一定是凍肉拿回來的 它可能是 熔不夠水 或者熔雪不夠 就硬弄了它 那些肉就會很粗 而且現在其實冰鮮雞 不是太差的 冰鮮雞質素質 其實是OK的 不太差 是因為 我們少了吃新鮮雞 如果 如果 那也是 那雞味當然差很遠 當然差很遠 只不過可以說吃習慣了 吃吃吃就覺得這隻雞也是這樣 那麼 新鮮雞始終是 差 除了雞味之後 肉質也差一點 我有吃新鮮雞的 雖然我這一年沒吃 但是差不多貴了 一百塊而已 不是 我在日本有吃的 我在日本有吃的 所以我知道分別是怎樣 日本那些跟香港那些更加沒有得比 更何況香港那些都是大陸來的 日本那些雞肉是好多的 好多 生吃也可以 日本那些雞肉 生吃 對 是啊 真的 可以吃 我有吃 我有跟陳生去吃吃雞自身 嗯 我們有時候會吃雞肉 其實豬肉也有些可以生吃的 豬肉也有 但是就 就算在日本我也不夠薑 哈哈哈 雞我也夠薑 豬也真的不夠薑 豬有些少許處理的方法 不是就這樣刺身吃 當然 豬是 也可以生吃 不要說生吃 不需要熟透 但是我們 中國人就覺得 豬是骯髒店都要煮熟了 又說有菌 也不是我們中國人覺得 豬是多菌一些 這是真的 不是 那你吃的那些 其實沒有煮過 只不過風乾和鹽醃而已 那 那也是 也是等於是一個 處理 一個處理來的 但是外國那些豬就 其實 除了出火腿之外 他也有用那些豬來做些 可能豬安炮那些 那些都不需要煮熟 可能五成都可以吃的 嗯 而且很好吃的 你覺得他給你感覺會有一點點像牛扒 當然不是那個味道 是口感 香港的 現在的餐廳吃到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賣的 尤其是多款的 譬如是木十豆串 好吃懶做 還有我們賣的台灣 野食 還有一些凍肉 其實我想說 我們賣的牛肉 是 質量是真的很高的 尤其是你家裡吃東西 其實真的 有時候 譬如木十豆串 你去吃好吃 他送菜包的牛肉也是好吃的 是啊 我很欣賞木十豆串的 就是很吃懶做的 他送菜包牛肉 牛肉 然後是 其實在街上吃到好吃的牛肉 其實現在我已經釀成了習慣 很不夠膽 在街上叫食 叫牛肉 所以其實我前天是狠狠狠了 其實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叫牛 我經常提醒自己不要吃牛 我經常提醒自己出去吃飯不要吃牛 因為真的會很難吃 牛肉難吃起來 不是普通的難吃 硬子是 硬子是其中一個面向的難吃 它難吃起來有很多種方向 有時候牛肉是酸酸的 那真是酸酸了 是啊 會的 在街上吃會的 你吃的麵是會的 還有它又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是不是潮流還是什麼 你最後有時候牛肉這樣 你殺爹炒 你不要搞那麼多 以前也是這樣 你不要搞那麼多花神 為什麼你不殺爹呢 你糟糕 你有時候有些 還有你 有時候有些肉片 你弄些肉片類的東西 有些醬 這樣 糊混了過去 我不是太懂得覺得 含家靈 你又要整個牛柳 你幹什麼 你什麼事 大哥 你整條 整條 我預設你是軟的 哈哈 我怎麼知道你整條 是以為考驗我 醬膠 這樣變成 因為故意弄到整條牛柳條 我不知道為什麼 賣到價錢 有時候 尤其西餐 我真的不敢吃 很心理 你那塊扒這麼厚 做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 是為了拍照 還是為了拍照 拍照漂亮 是要弄到那塊扒這麼厚 你弄不到 你自己試一下味 糟糕 不是 因為那些貨太便宜的 你再切 你不切厚一點 它賣不到那個價錢 看起來好像較小一點 那塊東西 根本就弄不到這麼厚 是 那塊東西根本就不可以弄那麼厚 是要弄那麼厚 你弄得那麼厚 你弄得出來吃 真的會扑你 當然豬肉也是 其實 嗯 豬肉也是 對 就是 經常吃到的豬肉沒有味 嗯 沒有味的豬肉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給你聽 本身你在街邊吃到的豬不漂亮 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味 可能是 醃的方法錯了 是嗎 是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說 你現在出去吃豬有豬味 就 你 真的不給兩三百塊 你在街邊吃不到 但我想說天城那個豬安扒是有味的 對 那個豬就漂亮 天城那個豬安扒是 你煎出來是有豬肉味的 我們現在多低要求 我們現在只不過吃那樣東西 我們現在只不過希望 吃那樣東西有那樣東西的味 有時候沒有的 沒有的 有時候雞也是沒有的 是 吃雞有雞 是啊 對 有時候有人會笑王賴梅 有時候說吃雞有雞 不是啊 現在真的刊勾見 你試試找找 現在刊勾見的 現在刊勾見的 刊勾見的 有時候是 真的 唉 真的 所以我現在很少出去吃東西 我現在很少出去吃東西 通常就是 通常逢一三五 逢一三五我就在公司吃了 就在公司吃這一餐 就是這一餐 吃完這一餐 我那天就是這樣 對不對 接著就 星期二我有Cedown Comedy 對不對 星期四我不吃飯 星期四我做完 但是在香港早晨 以前我也會吃過飯才回去 我現在就 不如斷吃一天就算了 是啊 不是一個星期斷吃一天 就算了 是 一個星期一天斷吃 還有通常我禮拜三晚 皇家創作圖會吃個宵夜 嗯 那我吃完宵夜 我通常那餐宵夜都可能三四點吃 有時候四五點吃 那四五點吃 然後睡一會 之後做完大香港 其實那天都不用吃東西了 因為我回家也是睡覺的 可能做一點點 可能下午可以做一點點 然後回去 所以星期一至五 其實我都是不用外出吃飯 嗯 我星期一至五都不用外出吃飯 唯獨就是星期六日那兩天 哈哈 就是唯獨星期六日那兩天 大考驗 其實就不大考驗的 是我屎不仁 其實去吃連鎖店就沒事的 是 是 是 其實只要去吃連鎖店 只要去吃連鎖店就沒事的 是 只不過有時候就 有時候可能買開書 或者去開 不知道哪裡做些什麼 然後逛逛街裡的店舖 哇 那街很大 很大 但是其實我又是明明的 因為你現在開的時間這麼少 是 那你跟著 然後你吃財當然要很小心 你又要走 又要走 之前是兩個人一台 現在是四個人一台 那你進貨當然要很小心 那你很小心小心之餘 很小心小心之餘 我想說很小心 很小心小心之餘 很小心小心之餘 就難免當然要進貨 一天就稍微一點 二來可能都放得久 我也相信是會放得久 你分分鐘你根本就清不了 是啊 一定清不了 你根本就很難遇一天一天這樣的貨 所以就稍微一點 你肯定會 趁這個時間 不如我們打開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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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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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只是224元而已 聽眾說拿這個油來炒東西都很棒 我沒試過 我沒試過拿這個油來炒東西 我只是試過那個 我只是試過那個 飛魚 飛魚 油浸飛魚 拿油來拌公仔麵 這個油我還沒試過 我看過有人拿這個油來炒菜 很棒 很棒 很久沒吃過 原來如此濃味 濃味到爆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那個油浸 我一直以為那個油浸煙燻飛魚是多人買的 原來這個才是最受歡迎 這個是罐頭之王 這麼多罐頭裡面最受歡迎 是啊 全年第四位 然後罐頭裡面排名No.1 這個是不是郭師傅買得多 不是啊 是不是因為他是法子最愛的 所以大家都爭著買 不是啊 他好像沒買過這個 買來送給法子 不是 不是那時候這隻也有買過 也有買過飛魚魚肝 也有買過 他好像有買過飛魚魚肝 這個有沒有買過 我不知道 有買也不多 他也沒有再追求 我沒有買過飛魚魚 我買過最多是生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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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飛魚魚的鹹味比較重 煙燻味比較重 我覺得那個 對 那他們可能拌一下意粉 拌一下菜又多一陣味 吃完了 那雞 這些用來煎魚又一流 這個真的好吃 好吃 這個送走也一流 你剛才不是已經吃了很多酒的東西 對 有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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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是魚酒 多方便 你是否收藏了一些在這裡 沒有 我又沒有收藏 三文魚罐頭也好吃 對 三文魚也超好吃 那個茄汁青魚 三文魚你不是在說那個 你不是在說那個 不是 他在說那個 是芥辣 芥辣三文魚 芥辣那隻 那隻 那隻都有 有 茄汁味 鮮蟹味 我覺得這個鱈魚乾 鱈魚乾 我覺得這個鱈魚乾茶 麵包應該會好吃 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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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茶 發包的那些應該會好吃 正 喂 看看有沒有人買東西 聽到叮叮聲 等一下 大力貼上這條叮聲 就算了 他現在貼了那個三文魚 還有那個 青魚 雙拼半頭 這個我覺得超級好吃 三文魚 去看看賣成怎樣 好 六寸的豐富台式一人晚飯套餐 就賣了六套 咦 這樣就剩下四套 閒時一位 是 賣光它 和會的 幸運波波雞 又賣了一套 接著 木十豆串的 浪漫台式二人晚飯套餐 就賣了一套 那些二人餐賣了一套 這麼少的 剛剛我在吃的 冰島 雪魚魚乾 八罐莊 就賣了兩套 接著 心靈養生方的 七天懶人 康包加強版 賣了兩套 很棒 神奇吸濕下年 汗光底座 賣了一套 接著 無線充電流動電源 那個賣了兩套 有人報班嗎 沒有人報班嗎 也報一下那個班吧 林海介紹的那兩個班 好啊 那兩個班 第一個就是 品鮮優雅西式晚餐工作坊 熱血market place 是1400元位 限時優位是1300元 地點是觀塘區 日期是2021年4月3日星期六 時間是下午4點至8點 大家可以在這個優雅的西式晚餐 知道什麼呢 包括有周打蠔湯 這個周打蠔湯 是用法國的王牌 有山蠔製作的 就是我們之前經常都有推銷過的那一款 山蠔 它是 直接用這隻蠔 來打爛它 做一個周打蠔湯 大家可以想像到它有多濃郁 除了這個湯之外 還有傳統的英式海鮮批 它會用不同的海鮮 例如鱈魚 虎蝦 再加上薯仔 和雞蛋 去焗製 有這個傳統的英式海鮮批 還有黑松露焦糖燉蛋 還有餐飲 還有小食 還有這個英式魚批 它也是會用一些薯蓉鋪滿 在頂上 然後大家都 Gordon Bransy都經常推介這一款菜式 所以大家都可以在品鮮那裡 試到這個經典魚批 還有甜品 甜品就是法式焦糖布甸 這個是Creme Ballet 是燒焦奶油的意思 而品鮮的甜品 是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一試 Helena的手勢 如果沒有 應該是Helena做的這個 然後就是另一個工作坊 另一個工作坊就是這個 開蠔品酒工作坊 地點都是觀塘區 日期就是3月20日星期六 下午6時至晚上10時 很適合一些喜歡吃蠔和品酒的朋友 熱血市場價是888元 限時有位置是788元 包括大家會吃到飽飽來開 這個課程包括一些生蠔的基本知識 我們吃生蠔吃得多 但是究竟有時候會說它是來自法國 愛爾蘭、澳洲等不同的地方 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有些水域是怎樣去分的呢 都可以在這個課程中學到 另外也會學開蠔的技巧 還有也會學習一些品嘗生蠔的方法 我們平時可能就這樣開了一隻蠔 然後直接拍入口 但是其實是有些特別的方法去品蠔 令蠔的味道更加突出 也會在這個班上教大家 也有不同的煮蠔方法 例如傳統的法式焗蠔、煙燻生蠔 還有還有一些食材去配搭蠔 也可以在裏面試到 也會有不同的酒精配搭生蠔 可能一般我們都會試白酒比較多 但是配威士忌又可以嗎 Sakel又可以嗎 Gin又可不可以呢 都會在這個工作坊裡試完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之划算 因為7、8、8、8元 大家可以試到這麼多種蠔 還有不單止飲包吃醉 還可以學到東西 是啊 那我們Top5的試食巡禮就到這裡 雖然今天沒有波波雞 還有我們都試了很多東西 我們只是欠波波雞而已 有波波雞 那我們也播放波波雞的影片 我們就完結了 最主要是醬汁 醬多好 是啊 這個是 胡桂雞 送貨送出去都是這樣的 沒錯 是 這樣是熱的 好 好 好了 跟著 跟著拿個膠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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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蠔葉 沒錯 裡面有三塊蠔葉 這個 有沒有醬汁 現在這個 有醬汁 有醬汁 可以醬汁 可以醬汁 一天醬汁也可以 是 好了 你會聞到一些香味 聞到了 聞到了 是 好了 還有一層是沙子的 是 好 你看看 這隻雞是金黃色的 是呀 好漂亮 好香 好滑 因為它裡面 放了很多材料 是呀 你會見到很多材料 是呀 是呀 那我把它放開 是呀 骨頭都脆的 很香的 很棒 是呀 那你會見到呢 裡面 放了很多材料 那些 很香的 是呀 很汁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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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用手撕也行 正 那我回到家 又可以夾起它 是呀 是呀 那我試一下 那我試一下 那 全部的骨頭都 不過脆的 是呀 是呀 這個要焗多久 這個要焗兩小時 哇 是呀 一整個骨頭 幾多汁 是呀 漂亮 這個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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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是 拍了